消費券到手,買什麼好?買一瓶好酒,享受吧! eShop推出限時限量,自選2加3超準活動 買兩瓶送三瓶,名額48分,先到先得 如果之前幫助過eShop,或者是REGA生活台會員 又或者是ShopPoint的客戶,還有額外組料優惠 今次怎樣用消費券購買呢? eShop的產品正式上架ShopPoint平台 一個連繫小店屬於香港人的購物平台 ShopPoint上還有很多精彩產品 當然包括eShop的格陸吉拉葡萄酒 以及今次的12882加3組合 48刀,先到先得,不要等了 想下單,有不明白,或者查詢WhatsApp91660926 或者訂閱REKA SHOPYouTube Channel,收看最新資訊 各位網友,這個共聚REU 共聚REU 很久沒見,真的很久沒見 這位,我們合了十年,做節目 十年,兄弟拍檔,Cavin Ho就在這裡了 大家很久沒見,很久沒見 我們一般小小的,然後進了一些酒店 然後派,譬如我們有幾個住在附近的派 其實我也有想過,有否有搞網絡酒店呢? 不過這個真是難搞少許 網絡酒店是我們其實有搞過的 因為我們的今回開頭 不是只有一位朋友,其實是在討伐宴 是一方面收款返回一些錢 但是在他 selves賣10個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 Costco 就婚賣,找人去派 把它收款回一些 但那些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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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funded給他 還算你在用篷子壯 不要太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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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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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аш 邀訴了然後undo就收回一個cost 你也要一個落豬食可以做到, 大家現在更新一下吧, 你說不可以你身處誰的地方? 我身處新加坡, 新加坡在做生意, 其實我兩年前來的, 最初沒有想過可以進來的, 但後來發現了一個漏洞就進來 那時候是一個漏洞, 因為那時候外國人不能進來的, 是有段時間封關的 因為我女朋友是新加坡人, 申請了我進來, 然後就住下了, 又拿到工作證又做到工作, 然後就買了房子, 現在收了房子 我買了新樓的時候, 等了一年多收樓, 現在還收了房子, 剛才裝修完, 剛剛買了家具, 剛剛搬進來一個多月 我們說走之前, 因為你知道我們現在的主持, 散落四周, 你是新加坡, 我們就少人去分享新加坡的, 譬如英國我們有 Ray, 廉爺, 荷蘭有阿卡, 我也說了台灣 新加坡的問題是, 有些東西是不方便的, 如果你移民進來 他不是很開放就這樣移民, 我也是拿工作證進來的 而且你要不打算貪穿護照, 我明白 你要長住沒問題, 但你要穿護照就麻煩一點, 我不需要穿護照 但工作證批得久不久, 你們說不可以嗎? 說可以, 看看你做什麼, 看看你公司, 有些特別要求 有些特別要求, 譬如台灣最長的批三年, 我不知道新加坡那些 有些我是逐年逐年批的, 很煩的 那不是很麻煩嗎? 是啊是啊, 但是要和那間公司, 怎麼說不是我自己擁有的 哦, 多不多人移民, 你感覺到多了人移民去新加坡? 嗯, 其實這裏一向香港人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 第一有些是過客, 有些是真的一早移民過來的 還有這裏周邊聽到廣東話的 很多是馬來西亞人來的, 有些難分的 是的, OK, OK, 其實新加坡很早開關, 差不多最早開關 是很早, 比香港,比台灣好多 還有這裏因為要做生意, 這裏是一個國際貿易城市 是啊是啊, 現在你立費了 你當作一個商業城市, 是 所以是比較方便的 OK, OK 其實一般生活, 我就想不到什麼我在香港做到, 在新加坡做不到的 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生活, 除了熱一點之外, 每天都是夏天 但是如果你平日的生活, 我覺得差不多 比如說你要國際的食物, 我吃日本也行 我吃韓國也行 我吃西餐也行, 什麼都可以選擇 其實這個選擇的範圍, 我覺得, 野食方面的選擇範圍 我覺得, 野食方面的選擇範圍, 大於香港的那個層面 只要你對廣東和中國的食物, 不要那麼有要求 好像我這樣, 我不太吃廣東的食物 我平日不會自己去吃廣東的食物 我不吃中菜的 我來到這裏就很開心 我也是吃印度, 我也是吃日本也行 我也是吃韓國也行 我什麼都可以選擇 不過, 其實新加坡就沒有說 所謂的移民都要求都高的 還有一般人也不會想過去新加坡移民 除非你有工作, 因為生活費很貴 相對, 是嗎? 生活費, 香港差不多 一般外出的食物可能貴 香港大約10%, 因為稅的問題 因為有銷售稅, 貴了GSC 但是說了酒, 如果買酒就貴了 因為這裏的稅是很特別的 全世界只有這裏這樣收的, 酒稅 它是88元升幣, 一個Liter 的100% 這樣你就算了 譬如酒是0.75的 成為0.75 然後再乘回, 譬如酒是15% 那就再乘回15% 嗯, 是, 譬如88元 假設我當是, 譬如是15%, 當是15% 那就是一支都10元, 10元升幣 對, 10元升幣的稅 但是好處就是, 你Lafit也是收10元 Yellowtail也是收10元 是的, 所以這裏的便宜酒是沒有好處的 這裏買酒, 你就 你起碼要買50元以上 升幣的酒 才等於香港200元的水平 50元, 即是大約 50, 成六, 成六 明白明白, 合理 300等於香港200 你當作100元是稅 再加上其他東西 因為這裏其實那些 local travel 都挺貴的 所以其實很難找到一些 一塊水災的酒 一塊水港幣? 即是三元升幣 超級市場都沒有 超級市場最便宜的 可能要25 放得到口 如果20元那些, 應該是放不在口 20元, 都是八多元而已 總之大概一元歐羅 在歐洲出廠價 來到這裏就給了20元 20元升幣 差不多了 差不多最低到20元 零售價 批發價, 我聽過瘋到可以做到 11-12元 假設Shootman 最賣得很好的人門酒 即是Super Saparafi Kunsani 我們現在賣12-104港幣 這個質素 譬如在新加坡大約 這裏同一支酒 因為Shootman在新加坡不是我代理的 是 亞美尼亞人叫Paul做了 那一支大概35元左右 零售價 35元? 一倍差不多 8次 兩次 明白了 新加坡喝酒 我在MWM做宣傳教家酒的時候 我去過新加坡一次 其實當然是很 例如酒吧 酒吧 完全是非常OK 沒有問題 你去哪裏喝酒 如果你是新加坡的話 其實新加坡 因為出街喝酒真的挺貴的 家裡喝酒 外出街喝酒 要出街喝酒的時候 有餐廳 雙屬餐廳 因為我們已經熟了地頭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 還有 新加坡有一間店 是香港現在沒有的 叫做抛茅 抛茅? 怎樣存在? P-A-L-L-M-A-L-L 即是英國 London那間 67抛茅 哦 這間店是一間 wine club 是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賣給的 賣給的 選擇有1000個 例如 Klorofa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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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賣給的全是用Clorofan Clorofan是可以的 其實現在 現在我們大多數 我們試酒都是用Clorofan OK 明白 即是用那部機器還是那部機器? 那部機器是那部機器,插針進去那部機器,我也有兩部機器 你覺得是否效果呢? 非常之效果,插完之後那些酒大概兩三個月都可以用 以上,可以兩三個月以上 因為有很多網友都會問怎樣保存酒 你知道我們傳統做法,找個細瓶,其實你不會的 你只是放冰箱而已 最好現在我看到,總之我試過的方法裏面,Colavan是最好的 Colavan是那支,一支針打下去插下去那支 我有兩支,不過我稍後拿過來給你看 不過那支東西是不便宜的,好像都幾千元 我買了八元星子的 我買了八元星子的,而且最重要是那些是貴的 因為它是用一粒粒子彈的那些 那些是用一粒粒子彈的那些 那些一粒子彈很貴的 OK,這個Colavan我們不特別講 所以就去這些wine club 那裏喝酒多 我想問,例如新加坡你覺得 餐廳叫酒的款式和香港分別大不大? 這裏如果餐廳,基本上Ferratis比香港更多 看一看你去哪類型的餐廳 譬如說我要去希臘賽,這裏有四間希臘賽 四間希臘賽都是希臘酒的 香港沒有四間希臘賽 而且應該都在賣法國酒,或者意大利酒 也不是的,香港有一間希臘賽賣酒 其實香港有兩間希臘賽 一間在灣仔,一間在中環 我不知道收拾了沒有 我不知道Covid死了沒有 但是有希臘酒敗的 OK,OK 有沒有東郭餐廳? 我這裏沒有 哦,沒有嗎? 沒有啊,沒有啊 因為問題是 兩間是新加坡俄司的 OK,明白 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 親孤克蘭的就沒有 這裏 我也想搬Ivan de Cossard過來 我正想問Ivan de Cossard 他又很厲害 他很厲害,他在香港捱過Covid 我怎知道他每天滿,每天爆客 沒錯,我們很清楚為什麼 因為Ivan de Cossard的東歐酒 就是Cavin Ho供應 是呀,銷售超好 是我供應的 沒錯,沒錯 其實我也有談過 我們想開分店 剛才想過台灣 但現在台灣又比較麻煩 台灣營業是另一個故事 其實想在新加坡教的 我們也想在新加坡教的 一直在問路 難處是否也要一些地人 一起partnership 我會有很多地人 但現在是要烏克蘭人 這是一個問題 這裏都不能走出來 這裏全部都是烏克蘭女人多 男人也少 這裏大多數是烏克蘭人 因為現在我做的生意 就是我做東歐酒 我在這裏 我開了店 我的店名叫做 winekpo.com.com.sh 先上去 winekpo k-a-y-p-o-h kpo是福建語 即是八卦 我們很八卦 珠絲八卦 喜歡找一些奇怪的酒 現在我由以前格魯吉亞做 但現在我做了摩多瓦 摩多瓦 羅馬尼亞 匈牙利 和烏克蘭 我是全新加坡唯一有烏克蘭走的人 所以我最近很忙 有很多烏克蘭活動 那些籌款和烏克蘭人聚會 我全部都有擺檔 有多少烏克蘭人 有很多烏克蘭人 有五百個烏克蘭人 我也認識很多 但問題是很多人妻 什麼問題 很多都是阿太 多數老公可能不是烏克蘭人 或者是做專業人士 很多 做IT 或者做機師 也有 什麼都有 在新加坡 烏克蘭人的生活條件不差 幾有錢 去到新加坡 感覺上平均 平均的待遇都可以 如果你說新加坡和香港最大分別 就是新加坡的人均消費能力高很多 香港又不是沒有的 不過現在不消費 但是新加坡的問題是 第一些人的收入 其實現在和香港的水平差不多 高於香港 高於香港少許 可能是直接入袋 但是呢 八成都住公屋 不用公樓 明白 你的意思 那間屋也很大 人人都有地方放了大堆酒 明白明白明白 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介紹新加坡 今天為什麼要找你呢 就是幾件事 其實呢 E-Shop 裡面 一些很棒的收入 很多都是來自Cavin Ho 包括現在還有的 例如Vinotera 我們近來就是 你沒有消費券了吧 你應該沒有 我就是永久居民都沒有了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們推出過一個 一個套餐 希望吸引一些酒友 長期支持我們 因為之前的酒友 不可以用消費券 我們這次又拍了一個 很好的店舖 就叫Shopon 他就可以用 所有支付方法 包括這個巴通 可以用消費券 我們砌了一個套餐出來 所以呢 說起這個介紹 收費券是多少錢的 五千元分兩回合 港幣 沒錯 每回合是五千元 第一回合是三千元 第二回合是二千元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沒錯沒錯 那當然是買一瓶酒 可能有些酒友 突然有夠錢 不知道做什麼好 我們就給他們一個選擇 買一些好好的酒 刺激管理消費 當然 當然 因為有很多酒友 可能他未喝過價格的酒 我當然要找Cavin Ho出來講解一下 還有 近來我見到一篇文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 這個叫做Lonely Planet 當然大家都聽過 很出名的旅遊平台 他有一篇文 叫做十大 underrate 叫做 被忽視 被忽視的酒區 竟然有格魯吉 我覺得 我們可以談談這篇文章 因為裡面 有講過很多酒區 羅馬尼亞也有過 Dragushan 沒錯 一講那麼多不同的酒區 不如我去找 不如我去找 那時候我去看這些篇文 但他有哪個酒區 我又不覺得是underrated 譬如說 Dentro Otago 我覺得 很多人都認識 不過 比較少去 因為路途比較遙遠 因為 其實老西蘭 最近我經常去澳洲那邊 因為我正在讀 在澳洲 那我也要去 你正在讀 我每六個月 每一年都要去澳洲一次 很多地方很遙遠 澳洲和紐西蘭都是 兩個地方都是 很多地方路途非常遙遠 距離城市很遠 譬如說 Centro Otago就是 距離最大城市 南島是Christchurch 但只有一個城市 南島 下面那些全部都是 一些小城市 距離主要的城市很遠 可能駕駛半天 車都未到 然後 人煙是極度稀少 所以就比較少人去 所以可能忽量了一點 否則 你每個人都知道 Centro Otago在賣什麼酒 基本上 因為紐西蘭 基本上 紐西蘭酒本身就很出名 基本上各大 酒店超市都有 然後如果你 稍為留意一下 酒區其實都是 那幾個為主 Marble Orsa Bay 我一向對紐西蘭酒的 感覺都是 到現在仍然是 是 他比較大品牌 煮到少的酒莊 難找一些 少的酒莊 還有質素上 我覺得 他比較 commercial style 他沒有什麼 令人驚喜的 當然他有一些 可能是 natural wine 細的 natural wine 的producer 但是不多 artisanal 的producer不多 他也是 商業化的品牌 他也是 他有好又不好 譬如 我們 當然 紐西蘭酒 我們很熟 他的風格 譬如 我看見紐西蘭酒 都是那幾個品牌 不是說不好 但是喝過很多次 是的 很悶 會變成很悶 所以 這個酒區 我就沒有去過 旅遊 應該很值得去 是 附近有個地方 叫Milford Sound 如果你去旅行 就走 Milford Sound 行山行幾天 那條trail 很漂亮 如果是 Wine Tour 是否要裝一些 local wine tour 會比較好些 如果去紐西蘭 想去酒莊 其實 我自己 基本上 一定是自己開車 我從來 不會裝任何 但是 我有張卡片 酒莊會接待我 但是 非業內人士 我就不知道 但是 每間酒莊 基本上 都有一個 tasting room 你走進去 我想吃些東西 他都會給你 或者 收一小小錢 都有 但是 差不多 十多元 那些 你一定要跟 旅遊 如果你懂得開車 你可以自己去 那就盡量不要walk in 剛才 Cavin Ho說 因為你是 業內 可能都會 接待你 如果我可以 我們有時候會先打電郵 去跟他 說聲 或者 我多數是 拉少許線 叫人 你知不知道有間酒莊 跟我跟他說聲 那些就會 接待得好些 有人 開了口 就會接待得好些 這是禮貌 你去 探訪別人 我去新加坡 找Cavin Ho 我也不會去到新加坡 Cavin Ho 我現在樓客上來 有很多酒莊 tasting room 是讓你walk in 尤其是澳洲 這些比較商業地區 做生意 你走進去 就這樣試完 就買幾支酒人 OK 不過 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 Sancho Otaku 始終都是出名的 所以我們說 underrated 我們有少少 覺得 都未算 我們先按次序 如果有些網友 就比較難跟 這篇文章 就叫做 十大 most underrated wine region Lonely Planet 我們跟回時序 第一個 我有沒有去過 OK Mendoza 阿根廷 Mendoza 我最近遇到一個朋友 來自那裡 那個是 我是Mastel Wine的同學 那 一個土耳其人 去了Mendoza 娶了阿根廷老婆 那個地方 我也沒有去過 因為 其實阿根廷 對我們來說 路途比較遙遠 是啊 只坐飛機 去了二十幾個小時 接近三十個小時 坐一天 但是 其實我也很想去 一直都很想去 嗯 而且其實我們也很 它是Elimation很高的 哦 高度 嗯 所以 去到可能 你會 完全跟其他 其他走區不同的感受 嗯 那時候 我們共聚會 做過一集 講阿根廷的高度 試過不同的酒 是 其實那一集很印象 還有 Cavon應該實在記得 我們做過兩集 Blind tasting 試Cardonnay 和Pino 好像都是阿根廷的 其實 但問題是 他的Pino 很多不是來自Mendoza 他很多是來自 Patagonia 在南部 最南的酒區 叫Patagonia 那個區是洞區 所以 那裏做 做Pino Mendoza 其實是一個挺熱的區 雖然 它高海拔 但是他很多陽光 而且陽光很厲害 UV很高 所以都是做Malbeck 主要都是做Malbeck Malbeck 就極度深色 所以有趣 就有個花名 就叫Black Wine 這件事和Supraffy 都有少少可比之處 譬如說 我有一支Malbeck 是來自Malbeck Malbeck 整個感覺會和阿根廷完全不同 阿根廷很大隻 做得很粗壯 但如果去到東歐 Malbeck 軟化油化很多 對比法國 對比卡康 都比卡康油多 你說東歐 是的 Malbeck 我都知道Malbeck 為什麽是Galro Gala 沒有人種Malbeck 沒有 只是Malbeck 因為Malbeck 比較多國際種葡萄 但Galro Gala 基本上 除了Captain & Souvenir 以外 沒有什麼人做法國種葡萄 很少的 好 我們都很推崇阿根廷走 但其實Mendosa也很出名 基本上是阿根廷最出名的區 不是Underrated 也不是Underrated 本身有其他Underrated的產區 例如Pardagonia 例如Sauta Sauta就是北部有個很高山的山區 Sauta那裡是很高海拔的 但又是比較沒有那麼出名的 如果你說紐西蘭 你找個Underrated 你都不會選Central Otago 我會說Waihiki Island OK Waihiki Island 好 第三個 他是選南非的 Werlington 對 Werlington 是 幾個 說Werlington Swartland 和Turber 對 你說Swartland 他有三個 他竟然選了三個 OK Werlington 我去過的 是 Werlington 是 一個很多 Olt Vines的區 很多 Bush Vines 一棕棕樹的 Bush Vines 很多 過百年的Bush Vines 沒有人理會 後來發現 咦?我們有過百年的葡萄藤 沒有人用 就拿來做酒 因為他們最初是做Moonshine 是 用來做蒸餾酒 OK 丟了在這裏 過百年 沒有人理會 然後 然後 有一群人 走去 Rivive 他 我看看 他是屬於 哪個 當然 南非最出名 大家都是 如果地方 可能是Captain 他就是Stanenburg 他近不近 就北 應該北 少少 Swartland 應該北少少 我見到 Stanenburg 應該北少少 但是 就遠遠 有些人 說南非旅行 很多人 就覺得 好像 有些 一定要 可能要跟團 或者 我自己開車 Captain 我自己開車 到處走 有些人說 Captain以外 有點危險 你知道 哪個危險 但是 怎麼知道 你看不到 南非 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很簡單的地方 OK 你開車去到 全部都是黑人 沒有白人 不要下車 OK 是 有白人 可以下車 OK 有車拍得漂亮 漂亮的車拍在這裡 可以拍 這麼簡單的 OK OK 沒辦法 這個可能有些人不合 聽 但這個可能是客觀事實 大家參考一下 有些人去到整個 城市 看到全部是鐵皮屋 全部是本地人 你知道 不要走下去 明白明白 但這些走區 自己 容易去嗎 即他那個商業程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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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的提子 都是 其實他說那裡 Werlington 那裡全部都是 Swarland附近的 是的 是的 其實 如果是產區 那裡是一個 Swarland 因為Werlington 不是一個 我想了很久 因為 Werlington 本身不是一個走區 不是一個 Wine region 哦 是不是主力都是 Spinotage 那些 不是 Swarland有很多 GSM Granache Cirard Mouvert 很多 Chin-Long 尤其是白的 很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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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真的不太認識 這個走區 他說 Underweight 同不同意 Tuber Tuber 又是另一個 Wine region 但是Werlington 以前 我在Swarland附近 那些區 應該是 吃了在Swarland 我覺得是 蠻underweight 因為問題是 如果你是南非 你多數會知道 Selembosch 但是Swarland 是一個 寶藏 因為有很多 百年老騰 哦 所以 OK 你覺得 這個選擇得好 這個走區 好 好 好 第四個走區 這個也有名 Elderley Hills 南澳 我經常去的地方 分享一下 Elderley Hills 一個 南澳 比較冷 比較酷的 一區 你會看到 他做的葡萄 全部都是 冷區葡萄 有 Riesling 有 Sparcling 是 是 有 Pino Pino 都是做一些冷的葡萄 那 他 對比其他南澳地方 來說 是一個 會冷了 比較涼少少的氣溫 還有 他是出名的 有很多德國種葡萄 還有很多意大種葡萄 在那裡 有 在Elderley Hills 有一個地方叫 Handorf Handorf 整個城市 都是德國裔的人 你找到 Blau-Franckisch 找到 Groena 甚麼奇怪的東西都找到 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基本上是一個實驗室 即是一個實驗室 甚麼都有人去試的 啊 OK 我上次去的酒莊 有種意大種葡萄 有Fiano 有Monte Puchano Santrovese 還有Nebbiolo 還有甚麼都有 也對 也對 還有好像是有 我們叫Ember Wine 他也有很多 Orange Wine 澳洲都會玩這些 甚麼都有人去試的 甚麼都有人去試 做得好不好 是另一回事 Santrovese 有嗎 澳洲有Santrovese 現在有 Maclaren Vale 有人做Santrovese 可以嗎 Maclaren Vale 有一間叫做Hugh Hamilton 有支Otball 我們試過的共聚會 忘了 我有回到那間酒莊 我有去探訪 因為 Gerlo吉娜的Lado 在澳洲 住了十幾年 他就在這裏 宣揚了Santrovese 所以有幾間酒莊 是有Santrovese 分別大不大 跟Gerlo吉娜 很大 Gerlo吉娜做不到15%的Santrovese 除非是Live 除非是Live 對 除非是Live 否則不會有 但普通是Live 普通的Live 也有15%的Santrovese 那會不會是 活爆太多 還是能做到 它有些太濃 感覺上是比Live 濃 嘩 那會很濃 可能會很濃 澳洲 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做任何的Varieties 都會 不知為何 都會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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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第五是Caheti 我們最後才說 我覺得Adelaide Hills 絕對不是Under Raider 因為很容易去地方 Caheti 我們放在最後 我們先說第六 剛才Cavin也提及過 Cavin也喜歡 Okanagan 即是加拿大 加拿大 Okanagan 是DC省最大做歪的地方 最大做歪的區 一個 全加拿大叫做最熱的區 噢 就剛剛好 我可以去到三十多度 嘩 現在加拿大 很熱的 Okanagan 我可以搜尋在哪裏 因為他在BC省內 其實是貼著美國 Washington State 他一直延伸到Washington State 噢 一個比較乾旱的地區 OK 那你在西外 其實多不多人上去旅遊 其實產上去就是 那BC省這麼多香港人 應該有網友會去過 那他的啤酒是甚麼提子 又是加拿大 又是一些基本上 沒有甚麼空間 甚麼都可以試的地方 那Okanagan 我試過 Risling也有 即是凍區葡萄 有 比較暖區葡萄 例如GSM也會有 甚麼都有 所以很難說 香港真的 香港加拿大酒 真的比較好笑 除了冰酒之外 這個問題是 本身他們的製造價值很高 所以酒 一點都不便宜 出廠價 即是出廠價 即是出廠價 貴到好像Napa Napa那樣的 level 嗯嗯嗯 那你很難搞 那時候我試過一堆加拿大酒 那時候有人上來香港買 我看完價錢 我基本上Napa都可以買到的 是 你怎麼買呢 你打算 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你便不見了 是的 我們有很多海外夢有 如果你是住在加拿大的 你要留意到這個 Okanagan 你有機會去幫我們試一下酒 看看可不可以 加拿大主要兩大產區 一個是Ontario那邊 一個是BCOkanagan 我覺得BCOkanagan 比Ontario那邊好 因為Ontario那邊 因為Ontario那邊 Toronto再過 那邊 Ontario那邊 圍著那個溜溜 那邊 圍著美國的Finger Lake 的產區 基本上是連結的 那邊 比較冷 Okanagan 比較多一些熱 多一些熱 OK 但多倫多是藍的的 是嗎 Toronto在另一邊 它是近Toronto 但是Ontario 圍著Lake Ontario Ontario 圍著Lake 但其實是連著美國 Finger Lake 那個產區 即是連著New York State 基本上是同一區兩邊 我們姑且叫東岸西岸 那個氣候 那些酒是不是差很遠 東岸 cool climate 很多 尤其是New York 很多 所以你會見到New York State 中Riesling 中Pinot Sabravi Castelli 也有 反而 這個New York State 如果被你選擇 可能是其中一個 underrated 絕對是 絕對是 New York State 絕對是underrated 有一次我們 共聚會試驗 是覺得很精彩 想不到美國出了這樣的偏老 其實如果不是 他不太適合我 我的portfolio 我都會想 carry 但是 因為我現在的portfolio 其實是 主要是想做 中歐和東歐的事 所以 不太適合我 如果不是 我也是 一兩支 不要緊 你也試過有一支 加州 Napa 賣得不好 因為 當我的客人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東歐的東西 他們預期了我 去中東歐的時候 我只可以 現在我 頂多伸到奧地利 我就不會再過 明白明白 明白 或者要很少量 但是你少量 你就很不適合 做不到的 你做不到的 沒錯 明白明白 OK 好 7 7 OK 英國 South Dance 看看 英國 我不知道有美國 哪裏 South Dance 哪裏 先搜尋一下 英國 現在主要是做Sparkling 沒有其他 那些Reds 我都試過 那些Reds 有Reds Piddle Moon 100% 我試過 是 OK 但是 但是 不是 那些Reds 很難 我們熟悉的 撲似茅夫 旁邊 問題是 英國的產區不藍 怎麼做呢 太冷了 明白 所有的 所有做酒 都在南邊 有人瘋得在 Yorkshire 做的 不過我不覺得好 沒有那麼藍 我們那次去過 去過 酒店 就去Denby Denby 你試過 就是一間很 建立的 這間酒店 在香港 Mark and Spencer 都可以賣的 沒錯 OK 好 這個我們 看看有沒有英國網友 不過 可能要去到 朴智茅夫的網友 就會近一點 否則 Lundon 去到 Brighton Brighton 沒錯 好 第八個 嘩 你來了 Romania 這個酒區 Dragushan Dragushan 只有你才吃 在Dialumane 過少少 一個很小的區 它有幾隻很特別的葡萄 但它的酒莊數量很少 只有兩三間酒莊 有一間 Hrinsterley 很好的 它有一隻葡萄 Gonova 有一隻叫做 Negro de Dragushan 從不同's Näterley 消息 有三隻 只有這個 pantry 一個很小的宮 Dragushan 是一個很小的區 Negro lis Negro是原生葡萄嗎? Black 對,你之前有一隻 Negro的Bucari 對,沒錯 但你記得原來羅馬尼亞產這麼多酒 羅馬尼亞是歐洲第七大產 全世界第七大 有紐西蘭這麼多 不過他的問題是他自己喝光 他的地產量佔了95% 他喝光了自己的食物 他有二千多萬人 一個紐西蘭這麼大的產區 紐西蘭有四百萬人 所以紐西蘭就要經營 但羅馬尼亞有二千多萬人 自己喝光 其實有很多中歐國家都是 例如瑞士還是奧地利 自己都喝光了 是啊 譬如說現在我增加 現在我加了一個 我剛剛進來的一批新貨 是加了一個國家 我加了Slowvakia 我剛剛拿到Slowvakia 大多數都是自己喝的 Slowvakia 巴國的Igor Mueller做Winemaker 哦 那是不是很貴 不貴 不貴 就是因為那是羅vakia 所以不貴 這些就是什麼 underrated 和undervalued 很掛念共聚會,Cavin經常拿千奇百貴的東西,我們可以試一些奇怪的東西 新加坡這些奇怪的酒酒反而比香港多 不,香港沒辦法,香港是日報多,但到最後買來買去都是那幾個國家為主 即是沒有辦法,即是新加坡特意在,這裏的大量比香港多 而且這裏的人比較開放,比香港更開放,什麼都肯試 又明白的,有時候你叫酒也好,買酒也好 因為香港人是這樣的,香港又把酒吸造到一個很同身份,文化品味 例如你怕你叫錯酒,或者買酒是不厲害的,可能會被人嘗試 可能會想很多東西,最後搞來搞來都是法國為主 法國、德國、意大利 所以為什麼我們共聚會時的宗志就是要推廣這些underrated的酒 當然是格洛吉亞,當然是東歐,那時候我們什麼都會試 就是巴西,斯洛文尼亞,什麼東西都會試 就是想讓香港的酒就知道這個酒的世界這麼大 香港的意在,空牙利酒做得好比新加坡很多 因為有校長在,有校長而已 你沒有校長,我就覺得空牙利酒也沒法做 現在我就在用同一條計劃 你說新加坡? 我現在還在空牙利酒,我也是在賣球 明白,哦,OK,OK,OK 很奇怪,很久沒喝球 校長還在灣仔嗎? 好,第九,西班牙的Emporda 我上個禮拜才知道 Emporda 我上個禮拜才知道 喂,介紹一下 這個區 一個我都不太熟悉的產區 嘩,竟然有你也不熟悉的 Emporda,但是我上個禮拜 因為我另外有一檔東西在這裡 我有一些股份 就是專門做西班牙的,但不是我做的 是我的partner做的 他給我試那支版本,就是Emporda 剛剛上個禮拜 印象很一般 價錢 這些Cavin好像在說 我知道,是sample 他給我的印象,我只是試了那支 價錢不便宜 不算很便宜 但是 普通 我剛剛試中那支 有些臭膠味 有些Burns Rubber 臭膠味 很懷疑 Cavin好一點 這些走平 因為西班牙的走路 全世界 講來講去 我們熟悉的都是Bjorker 也有Priora 很多人 但是 我們說 Emporda是比較小 比較小的產區 但是 我剛剛試中那支 不可能有其他好的 不過他不明白 沒有辦法,實在太難 太少機會試 比起以上 他是在法國邊境 在北邊 Catalonia那邊 是的 可能真的要找西班牙專門店 可能會有 我們現在開了那間 我現在有間店 那間店不是我運行的 是我拍攝的 也有在東歐走賣 在北邊 叫Woodlands 一個地方 Admorty 在Admorty 跟香港金鐘的名字一樣 但是 Admorty 是在北邊 近馬來西班牙邊境那邊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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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店 那間店 是專賣西班牙酒 但是 那間店是來自我的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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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店叫 Lacosetcha Lacosetcha OK 新加坡網友有興趣 第十個地方 他又不是沒有選美國的 不過他選了一個叫 Wala Wala Valley Wala Wala 是在華盛頓 是一個很乾的地方 是一個內陸 淚沙漠的地方 竟然也要走 因為 他很乾 我的老友 我在這裡有一個美國老友 那個人是來自附近區 所以我試了很多他們的酒 很多 他的感覺 令我覺得 其實他跟匈牙利有點像 匈牙利的風格 匈牙利的風格 是 就是比較 熱的上來 很熱 涼的上來很涼 例如說 他的風格 可能可以去到 14.5 15 但是 他又可以有青味 他會保留到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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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風格 他的風格是一個 很熱的 夜晚又很涼 很冷的 溫差很大 跟匈牙利的風格很相似 他的風格很相似 匈牙利的風格很相似 匈牙利的風格很相似 他會保留到 新鮮的 OK OK 那麼 推不推介 我明白了 推介 OK 但是價錢也不太便宜 不過有好東西 美國走 全部都不便宜 好 這個就是華盛頓 看看有否美國網友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當然講重點 都開心的 這個十大 underrate 都有選到 Caheti Caheti 格魯吉 你第一次去 拒金都幾個年 你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否 2010 0910 是09 0910 十幾年前 第一次去 你有否印象第一次去的感覺 很落後 非常原始 講完 OK 之前不知道有些酒是禁入歷史的 你去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 剛剛入行 沒來 入世未深 但問題是 很參差的 因為問題是 我初去的時候 也看到很多 前蘇聯版的酒莊 明 Yani 明白 你入代整間工廂 就是量產工廠的那些感覺 但是後來 之後 之後再去 其實他已經改英俊了很多 英俊了很多 18年 我們去的時候應該18年 1917 18年 18年 是啊 靚仔了很多 他起碼有錢買新衣服, 至少那些酒缸不是很瘦, 英俊很多 你第一次去過那時候去過多少酒莊嗎? 少過現在很多, 現在是多酒莊, 格魯吉亞的酒莊是爆棚了, 突然在地上爆出來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懂得養酒, 格技, 人人都說自己是自然酒莊的 但我覺得作為入口商, 我的態度就是, 你一兩個Vintage很出色 但之後其他不知怎樣, 或是之前沒有Track Record, 我很難和你合作 我不是只買這一個Vintage, 我不是一個Vintage 所以你之前選擇的都是比較有規模穩定的, 例如Sutman, Balagoni, Taliani Valley Tamada, 我這裏有Tamada 是Tamada 你覺得Kaieti和你去過無限的酒區 你有沒有覺得有些東西, 格魯吉亞的酒區, 我要選擇Wine Tour 我選格魯吉亞和其他地區有不同的吸引之處呢? 很不同的, 格魯吉亞的酒莊 你去到時不會看到很現代化的酒莊 你會看到很多現代化的酒莊 你可以看到最原汁原味的那些 有些人手造的, 是在那裏才能看到的 上次都說過, 現在有些酒莊就比較有外資的, 有投資者 那些就比較現代化, 其他全部都好 那些現代化都不是沒有去到我去澳洲看的那些 我去澳洲有些是完全在工廠裡面 很多我不能說出去的東西都會有的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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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嚇死吧 有時會嚇死, 你有這麼多東西放在那裏 你覺得現在和很多酒界 你現在和很多酒界人會比較熟 他們對於格魯吉亞的體驗 會不會多了很多人認識 你覺得我們要推廣格魯吉亞酒來講 因為新加坡和香港是很不同的 新加坡其實做格魯吉亞酒的歷史是比較久的 還有這些人去旅行的地方選擇比較好 還有這些人是沒有人跟團的 主要都是自由行的 所以他們的旅遊感受是不同的 所以這裏的人是比較會 真的會有人跟你說 我去過這酒很好喝的 有的 還有真的有些是 他會告訴你 我甚至乎莫多華也有說 我沒有去過這裏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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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記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你是否帶點酒 還是你純粹說旅遊 你說你的哈羅地亞很漂亮 是的 我在那裏 我在哈羅地亞 我在哈羅地亞兩個多月 現在都多了人去這些地方 香港也好台灣也好 台灣也有 去哈羅地亞 不過價錢真是嚇死人 明白明白明白 好 那格魯吉 實在有很多話說 我們再和Cavin O回味一下 我們的旅程 但是最後的重點 當然是說一下酒 這次的酒裏面 有些裝潢你也沒有試過 因為有些是Anthony選擇的 例如GoGoChica Turi 可能你也沒有試過 有些什麼你試過 就是Lucase Live Vino Terra 就是你引入 09 這個 我懷疑 現在都不知道 還有沒有這些Vintage的酒 可能都沒有 我在新加坡有Live 如果有網友在新加坡 想買Live的話 是可以找我的 OK 我也說過很多次 這個Live的故事 其中就是因為 其實Cavin很進入 Cavin很進入 然後忘記了 你太多酒了 你忘記了 意外 然後我們開了一瓶來喝 然後就拿來做 所以 其實我做Live 也是要多謝Cavin 但是 我很記得 因為你喝過無限的 Supraffy 你 對於Live的感覺 是不同的 你說過 你喝了這麼多 Supraffy 這瓶是很不一樣的 它最濃 是的 除非你找澳洲的那瓶 那瓶就更濃 那瓶就更濃 但是又不是鬥濃 那瓶就太濃 過了火位 但我覺得Live剛剛去到頂尖 你不要再過了 但它16%的Alcohol其實是挺厲害的 其實很誇張 Live 現在我們就做到 現在我有一七一八一九都有賣的 其實它有2020 但是我就不急著 我們 讓它慢慢陳年一下 還有下一水再運過來 但是我最想你講解Vinotera 2009年 就是這兩支 Selection和Unfilter 2009年 有時候 我在新加坡也有人會問 這麼久還可以喝嗎 但是Supraffy 我告訴你 基本上一定不會有問題 現在是非常好的狀態 而現在是頂峰 但是什麼時候下 我覺得 有十年都沒有下 OK 就是還可以陳年的 因為Supraffy 是一個很硬的葡萄 你才能放十年都可以 是 OK 現在你開店 要攤久一點 感覺還是很恐怖的 明白明白 還是很硬的 所以我剛剛Live 因為我之前進入得不多 買完 我進入新Vintage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那時候 我買上一年 根本 硬得很厲害 是的 現在我也有這些問題 譬如說 上一水 2019買得很好 下一水 進入2020 哇 硬得我媽媽都不能認 我知 Negudo Bukari 在這裡有同一個問題 第一個 2019買得很好 一夜賣光 然後2020 一夜來 又多了貨 但是 來到 哇 這麼硬的 譬如 Vinutera 這些 研究 要開 差不多九個字 一個小時 都不過分 而且你可以開 Dekenter 我不會反對 Dekenter 新加坡人 不喜歡 Dekenter 編套 我 神經病 看什麼的編套 Burgandy 紐西蘭 哪裏都扔進去 這些人 什麼都敢 儀式感 好 OK 如果一個未喝過 Subprofit 你覺得如何去介紹 這個題字 你覺得 我會說 如果你喜歡 Ciraz 會喜歡 Saparavi 因為 Saparavi 和Ciraz 有點像 很辣 很大 但我不是說 Ciraz 而是 澳洲 Ciraz Ciraz 那些刀 是很密切的 哦 是 是 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 Ciraz 有一次 Ciraz 和 Malbek 我 拿了一些 Ciraz 我的舊貨 過了來新加坡 2007年 Saparavi 還是很小 那些刀是開來瘋的 我知 是 他那些真的絕對 Natural Wine 因為 其實有些 有些 Ciraz 也會放一些 收費 收費 也會有 Natural Wine 也有收費 但是 量要很少 很多 嗯 我明白 但是 但是 他那支 還是很陰 恐怖 我這隻葡萄 多長得 是 你賭出來 2007年 2008年 還在陰 爆 感覺 是賭出來 更紫紫色 嗯 明白 那支 沒可能假年份 因為那支 由他出裝 一路以來 都是在我手上 那支 沒可能假年份 明白 喂 格魯吉亞酒 你覺得 配些什麼 吃好呢 紅 白 燒肉 烤肉 烤肉 嗯 我們格魯吉亞都吃很多烤肉 是 是 煎牛排 也可以 Amber Wine Amber Wine 也要開一會 我發現是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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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是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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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爭爭點 我偏向喜歡 有些人喜歡 冷氣房 十多二十度 OK 同意 同意 難道 新加坡 外面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明白 即是 不要太冷 我也同意 是 OK 好 那 盧卡士 很好喝 只不過 因為 我會 我這邊 我們會入 Vinotera 和Live 就是因為 它是CRAVY的 那盧卡士就是用比較 modern的方法去釀製 是的 而且盧卡士是一個很小的 project來的 嗯 基本上不是 不是一間酒莊 是一個小的project來的 是的 但是他做到 不過有 挺有趣的 是的 好 其他就 有機會 下次有機會 再找你品評 那就 喂 今天 和你都聊了 整個小時 醉了醉了 那我們 我們就繼續 下次我有些酒的宜蘭 我就會再找你 或者 下次 如果有網友有興趣的話 就找Katho分享一下 我們在新加坡的生活 隨時 好 因為我今晚有tasting 我今晚要去 匈牙利領事館 有活動 今晚是公司的 真的要去工作 OK OK 好了 保重 我們下次再和你聊 乾杯 拜拜 消費券到手 買什麼好 買一瓶好酒 嘆一下好 eShop推出 限時限量 自選2加3 超準活動 買兩瓶送三瓶 名額48分 先到先得 如果之前幫請過eShop 或者是REGA生活台的會員 又或者是shortpoint的客戶 還有額外組料優惠 今次怎樣用消費券購買呢 eShop的產品 正式上架shortpoint平台 一個連繫小店 屬於香港人的購物平台 shortpoint上還有很多精彩產品 當然包括eShop的 Garrogarapuro酒 和今次的12882加3組合 48套先到先得 不要等了 想下單 有不明白 或者查詢 Whatsapp 91660926 或者訂閱Rekershop YouTube Channel 收看最新資訊